二手交投转旺 但数年前高位入市的业主仍需洩让 美联助理区域经理黄国辉指出 大部云汇一座低层A373房户 实用面积631方尺 减至925万元沽出 原业主于2019年以1212.2万元买入 占涉287.2万元 或百分之24 中原副分区营业经理徐嘉伦表示 运汇另一中涉样为二座中层B273房户 实用面积605方尺 以988万元逆手 原业主2019年买入价为1,117.2万元 占涉129.2万或百分之11.6 西半山御人大下市座低层173房户 实用面积1032方尺 刚以1,360万元逆手 中原高级分区经理王家俊称 原业主持货三年多 占涉240万元或百分之15 官堂海汇今年首中成交以选手 消息指 三座中层市室2房户 实用面积598方尺 以1,060万元成交 原业主2019年以1,098.13万元扣入 账面损失38.13万元或百分之3.5 此外 比联助理区经理陈绍雄透露 马安山中心一座高层H室2房户 实用面积468方尺 获一名首置客以640万元承接 他称 买家今次已施320万元首期入市 该不现金元计划做定期存款 参考中小型银行 最新一年定存息率最高约5.1来计算 约存款320万元 年息约16.32万元